明明是個甩字 即是用字加個勾 為何變成叫做水咒呢 等我講下個源頭 這些是外省 外省傳來 他說摔消 那就譯成做水咒 歌詞搬來 外省的意思 拼來拼去的尾不勝 收 看下舞咒 翻飛 好似風飄揚 流 看下戲曲莫名 奇妙的 就要問下個願 有 有 語劇360度 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說說水咒 水咒的水字 我們廣東人讀 甩字 不是甩字 是甩字 為何叫做水咒呢 是因為外省傳過來的一個詞匯來的 垂消 這個咒呢 本來是什麼 本來呢 就是我們這件襯衫 是我們這件底衫 這件襯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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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白色的 而且呢 是比前面 即是比起身上的面衫 長一點的袖 原因就是這是布草做的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水咒是籌段 而是布草 而變成 而棉衫呢 可能是積的東西 可能是瘦的東西 是零螺籌斷 零螺籌斷 大家知道是不能洗的 不能用水洗 暴草可以用水洗 所以最古老的時代 黏著肉的衣服是純暴草的 所以用來隔著汗 隔著污漬 那件衣服 一定比那件衣服長 我們為了美觀 於是就愛了來幫助我們的身段 幫助我們的氣勢等等的東西 咒呢 就要投咒 又要怎樣升起咒 這個 多數我們兩隻咒 都會對著來起的 為什麼呢? 因為咒籠不會對著觀眾 兩隻咒 手對手 就不會咒籠裏面的襯衣等等的東西 就不會讓觀眾看到 咒呢 都有很多動作的 不同的氣氛 不同的感情都有不同的動作 所以對水咒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 例如打工作泣 拜見人 例如 用來擋著臉 或者遮醜等等 布家門我們都用水咒擋著臉 為什麼呢? 即是說我是誰 為什麼要擋著臉呢? 擋著臉的原因 就是說 你不是真是那個人 我們迷信來說 哇 你做玉皇大帝 你一說我是玉皇大帝 就很多神仙給禮給你 那你都不敢當的 所以就擋一擋 這個呢 多數都是用水咒來擋的 那女裝呢 其實都一樣 花旦呢 運用對水咒 還多過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整個造型來講 它對水咒呢 是陪襯了它 很多種生段 那麼水咒呢 就有頭咒 即是頭出去 修咒 那修咒跟生都一樣 都是對著修的 另外呢 有從上而下的頭咒 或從下而上的頭咒 那這些呢 都是技巧上的分別 那你當然要因著那場戲 氣氛 人物、角色、性格等等 你都要注意到的 如果一個良家婦女 平時很斯文 那你沒理由 沒有到眼都花了 是不是? 有些是半水咒 即是拿著一半 手指還夾著 水咒邊 有些呢 就是放曬出去的 全水咒出去灑的 那這個呢 都是你看看配合什麼 新段 配合什麼環境的 另外呢 有一種叫做長水咒 長水咒呢 就長過你普通水咒 很多很多的 那現在呢 很多人都去練長水咒 來到在台上運用 那希望博到掌聲 但是長水咒呢 是一個特質 就是非常人 不是平時的人 長水咒呢 要不就是神仙 要不就是妖精 要不就是鬼 因為有法術 它然後才可以 代表這隻手的 其實水咒 就是 我從很遠都捉到你回來 你射之箭過來 我很遠都可以擋到你了 那這個呢 其實 不是一隻水咒那麼簡單 就是說 這個又法術的人 就用手 去做到很多事情 長水咒幾乎就代表了 那個人物是手的 長水咒呢 其實呢 是很多種動作都做得出的 或者呢 就是反身 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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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是圓桌 拖著長水咒走圓桌 都是非常非常美觀 因為飄棄 那多數都是說鬼 大家看到那些 例如 那個杜麗良 李衛良 那些都可以用 但是杜麗良 通常都不用 好了 那接著呢 他就可以做很多動作 例如跳起啊 做一個蝸魚 就是咬腰彎低啊 那這些呢 就全部都可以用技巧 用水咒去表演 那時候那個氣氛 還有那個人物 想要些什麼 令到觀眾注意的 那這個呢 都可以呢 用水咒 長水咒 這些工具 來達到目的的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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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